再去 好 可是大家在 看不到盆子 這怎麼只要兩個秀行 好 不要這樣 要調一下 好 好 這個聲呢 它的撇寫得非常的橫 其實它的用意就是想要代替 底下另外一個橫畫 等於說 上面這個橫開頭省掉了一個 然後直接做一個樹筆下來 然後再倒樹溝 這做法是比較冒險的 也就是說它取到了一個代替筆 比較簡潔的一個藝術性 藝術性就是概括 藝術性就是省略或者增加 不是繁複就是精簡 這是所謂的藝術性 如果在寫字的時候 如果能夠常常去想 我這個字能不能夠再定底 能不能再省略 其實就開始有藝術的思考 替筆 幫他拉過來一點 用它來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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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看到歐陽許已經把它處理的 三個橫畫非常的靠近 就形成一個很棒的面 如果你第三橫太長 但那個面的框框就不夠美 不夠飽滿 所以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補足 我們印刷體中間橫畫太短 下橫太長的一個毛病 比如說加長的中橫畫 縮短的第三橫 這樣做法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這個你們在寫春天的春 過年快到了 春會常常寫 希望你們改成這樣 不要把第三橫寫很長 第二橫不要寫很短很短 比較不好看 這雖然不是寫春 但我同時做這個說明 OK 勾起來 然後這個第一橫就開始寫 我幫你打開 我把所有圓人都拆開 我會拿來打開 我用他們的幾個 我把它拿去抬一個 而且流向著 這紙張的 這邊運動 所以没关系 木没过去 吉他也改的很特殊 他把这个木头的木呢 放在横画的上面 就等于是底下就包了三个部件 一二三 这样做法也蛮特殊的 可以算是他的发明 或者是他的总结 我们认为唐代以前的这个结构字 尤其是北魏的时候 这个民间的这个素人 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算是创发 所以欧阳巡有吸收到他们 这些民间的素人的这个养分 而达到了一个融合古今的一种做法 所以看起来这个横画是最末在写的啊 所以看起来这个横画是最末在写的啊 纸比较不好写 因为他的撇跟左边的人的这个素笔很容易打架 所以如果在写枕的时候呢 希望你们写的左边的人的素笔不要写太长 可以写胖一点 但不要写太长 这样就差不多了 不要太长 这样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要看起来 乙人虫玉 这个乙这里破的蛮多的 但总结中间需要拉开的 如果各位不懂这一点呢 就看字帖 别的乙字 这乙字还蛮多的 这上面出来比较少 这个点点的比较高 然后很快到右上角写这个撇 这个撇其实写的很短 他到中段就收笔了 没有按照各位以为的写到红下面来 然后呢再拉到这个中段的这个下方 就写这个点 右点 这中间是拉开的 人 他现在左右边 纳有长一点 撇是略长的 那么我们可以写细一点 左边的人写细一点 人的这个撇是细一点 不要太长 然后右边的纳笔呢 才开始做奔放 也就是末段 可以写宽薄 大气 好 再来是 从 从前的从 从字他写了一点点的 行草书的简写法 就是底下的纸啊 他并不是写个纸 而写一个知乎者也的知 少一个点 然后改写成这样子 左边的人部差不多 右边甚至连上面呢 他也都稍微改写 两个人 变成了好像草字头的 这个 行书的写法 这都是经过他的辨识 那我认为这应该是 受到的 卫背的影响 就是所谓的俗体字 那些民间的师傅啊 写着写着 就从草书 历树变过来是草书嘛 然后就把他做了一些改写 这个点还蛮绝的 这个开头蛮重的 这个青 因为这有个皮 轻轻的要重一点 这样比较好看 这不能重 重会跟他打架 这比较空 所以这个提笔的开头 比较重 拿下来 到中端的时候开始 脚笔上去 倒三角形 开始下坠 是一个很圆区的 比较属于形书的那 我们上次有讲过 那有分三种基本形 这是属于形书的那 王系之形书的那 OK 欲望的欲 欲望的欲呢 我们看到他的左边 你可以当做提在节点 你可以当做左点 再写点 右点都可以 我决定像这样写 冒险 当做一个节奏感的 很大很大的 配比 要有节奏感 所以这个节奏感 就是会顿一下下 顿一下下 它整个节奏感 会产生一些 顶顿点 就折的地方 再来是凉 凉 凉上面的点看不清楚 但你可以把它写向右点 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横画拉长一点 但是 点比较靠右上角的横 中间的横的是悬空的 就跟左右四边都没有碰到 这一点点的变细 甚至左边的头 比较偏左上角 从上面这里过来 再写个重重的横 跟纳朵 这样一个很薄美 好看 梁竹宣游 这个竹上头也破了 跟虫的写法 这也很类似 这也很类似 我们可以把口 不要把它封住 但可以写胖一点 大三角形 好 再来是身 身的写法也特殊 这个是我们见过的 所有的楷书里面 几乎没有见过的一个写法 怎么说呢 中间呢 上面其实是很像洞穴的穴 对吧 然后它把这个点 没有放在里面 把它竟然放在 左竖笔的正下方 为什么它要这么做 简单 它把三天水的这个 这个点改成竖片 然后呢 跟左边这个呢 所以形成中间太空 因而把这个里面的点 把它分散开 三等份 这样这个点呢 就跟它起到一个 呼应的作用 这样 几乎没有人敢这么做 它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勇敢的 很厉害 所以点从这里先写 写完之后呢 它才写中间这个点 然后几乎快要三等份 然后几乎快要三等份 把文化再探索进来一点点 这也是一个改变 中间的竖笔 上出下细 钩 钩 比较深 但比较浅 比较短 不是比较浅 比较深 比较短 蛮斜蛮斜的 那斜的非常的短 但是很斜 这么斜 再到这个撇 撇呢 做一个曲头 不是写的非常的坚挺的 是比较弯曲的 然后到这笔呢 这笔呢 跟这个撇做 就是复合钩 跟这个撇做一个平行的做法 先开头 拉过来平行 然后用一点点的折笔的感觉 再写这个 后端 后端到末端的时候呢 再回顶 一点点的回顶 然后再来写 这个点 做画能点筋的作用 好 至于眼颈流筋 刚好是18个字刚好写 写完了 肉管就录在左边 至于眼颈流筋 字的笔画 它也做了一些改变 我们发现到 这个中间的部分呢 它的点 跟撇提 分得很开很开 不知道的人 以为是先写这样子 再写 这个点 其实不是 它还是属于应用上的巧合 还是要按照它的笔顺来写 这有点点覆盖型 就是上天下 这样再拉下来 然后穿越过来 这是我理解的笔顺 再从这个上去再下来 它看起来很像两个一起的写 细到粗 再粗细出 左边还是最重的 右边还是最重的 这个鱼呢 各位比较理解 底下拉上去 上出下 很快的到 这个瓶 瓶 瓶的中段有点细 然后一点点弯到 左下角 然后再勾起来 右边呢 这个做个曲头片 右边呢 中间的点呢 点的比较含蓄 甚至呢 有点 有点 大 但是 短 应该说短 但是写的比较厚 至于盐井有井 盐呢 是属于虫底 就上面有火 下面有火 但它的火呢 比上面的写的比较收斂 就是收斂的对比性 下面收斂 底下的纳比才能放 这个井呢 上面的日比较小 底下日比较大 这是一个特点 我们大概会把它表现出来 点的位置 下手 跟远 中間的縮溝從細到出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做法 右邊比較大、比較重 硫也學很特殊 中段拉開,底下這幾個有一點點的互相的溝通 這樣寫法也蠻特殊的 它的這個點點撇非常的橫 中間拉細 左半徑又加粗 然後再提筆起來 這是都蠻特殊的意思 上凹下凸 再打下來 從中段偏下再提上去 這個點點的略高但很厚 撇開是往左下角拉 做兩次的粗細粗 中間呢寫尖一點 在右上角寫尖一點 開始往下擠屑 然後突然間停止 金 我覺得它的左邊的皮 開了一點點 可以的話呢 這邊小角度 這邊大角度 看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我會把這個皮 這個不要拉那麼開 就是不要太張揚 讓右邊的那比較開 達到它們的這種陰陽的呼應 從細到處 好 大約就寫成這樣 好 我們把落款寫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是農曆的鼠月對吧 嗯 鼠月就是我們 以地支來講 它是所謂的亥月 亥是最後一個地支 十一月開始是紫月 紫月 紫月 就是紫醜銀毛 從下個月開始算起 那農曆的一月呢 是銀月 銀月又成虎月 好 這個過春節的時候 我在跟各位講 很多人知道的 但先生不知道 為什麼農曆的移月 叫做銀月 提出 請選舉 他起庁 不نت 他為了 與閉神 本幾位 有能力 吃 特別地 請選舉 請選舉 深入